在香港,13号将在尖沙嘴星光大道举办多拉A梦巡回特展 展览期间,星光大道一带将会实施单向人流管制 展览分为免费区和收费区 届时将展出135组多拉A梦的立体雕像 大部分雕像从未展出 展览也纪念多拉A梦的作者腾子F12熊诞生90周年 届时将展出有关的漫画、动画及电影作品 目前收费区域门票已经售庆 为配合展览,星光大道将于7月13到8月11号 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实施单向人流管制 入口位于星光大道网红刊方向 临近麦兜铜像的位置 出口位于舒适巴黎花园 近金像奖女神铜像一带 除了尖沙嘴外 大会在港铁及昂平360 也设有20多个打卡位供市民观赏 台湾代表达